香蕉营养丰富,热量低,不少人把它当代餐,但专家建议每天不要吃超过两根香蕉,吃多了反而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 香蕉含有会引起血管扩张的氨基酸,熟透的香蕉吃多了,可能会导致头痛。 香蕉也含有色胺酸,会阻断其他氨基酸进入大脑,导致无抢色胺增加,引起睡意。 香蕉富含钾,摄取过多可能导致高甲血症,症状包括恶心,脉搏变慢,心跳不规则,甚至导致心脏停止。 香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B6,食用过多会造成四肢麻木,并对神经系统造成永久性损伤。 香蕉含糖量不低,它的酸也会侵蚀牙齿的发廊质,增加蛀牙风险。 适量的脂肪摄取是必要的,如果每天只吃香蕉,就会导致脂肪缺乏,影响大脑发育和身体健康。 香蕉的蛋白质含量很低,如果用它代替骨类主食的话,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摄入量不够,就会影响健康。